亲爱的投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过来大丈夫陈诚 现在我会来各位做礼拜五美股的收盘分析 还有下礼拜的台股操作策略 这礼拜是每个月的第一周 换句话说就是会有这个 礼拜五会公布这个非农的就业数据 非农的就业数据会来告诉我们 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那最新公布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 是增50多万 所以那个失业率是持续往下掉 目前的失业率是来到4.6 那代表的是这样的一个新增就业数据 其实是夏天以来算是最好的一个月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月 我们的年准会会开始启动TEMPA 那就是缩减购在这件事情 那美国的经济看起来是在 渐入佳境之中 所以明年要升息也是可以预期的事情 在公布要正式TEMPA之后 正式地空出境 所以美股接人的几天都是大涨 昨天的美股三大指数还是大涨 费半也涨一趴 所以回过头来想上个月的这个时候 10月初的时候的猎杀红色10月 很多人都被下出场对不对 我怎么觉得那个就是其实那些投资银行 那些外资的报告就是要刻意让你怎么样 刻意把股价压低他们好怎么样 重新再低接然后涨上来可以再操作一趟 所以如果你10月初你去坎低的 我相信你现在多多少少都后悔 因为现在很多股票基本上多数都弹上来 破底的股票也有但是不多 那回过头来讲 这个美股收盘这么漂亮 那就业数据又是很正面 所以呢我想下礼拜的台股大家应该就会蛮期待的 那怎么说呢 在我们可以说在这个面板 最近面板表现非常不错 很多我说机器低的基本上 有一些在前两个月涨高的 那投信会开始换手操作 我在10月底我就已经跟你讲 11月的投信会开始换手了 所以你看到我们发现投信开始回来 买一点航运股买一点航空股 买一点这个面板股 那这些都是我领先 当大盘在这一波在10月的下半旬 站上月线之后 我说有一些落后的 那底部也打起来的你可以留意 所以航运紧接着跟在后面 跟在面板的后面也涨 那面板这两天我们看到投信也是持续买超 那另外呢 有可以特别留意的是 关于在最新这个国具华星科等被动元件 的10月营收 因为受到缺电 限电缺料的影响 营收都是月减的 都是月减的 那有一些行业其实表现也不错 那所以呢 我认为呢 整个大盘在这边已经算hold住了啦 礼拜五的美股也大涨 那TEMBA也正式启动了 所以利空其实在10月已经反应过了 那接下来呢 因为我们认为整个指数现在又是重新站回整个多方的态势 接下来就是怎么样 就是资金到底往哪走 那我们可以看到上礼拜的投信卖超 都是在两个礼拜 在10月底 一口气拉高 急速拉高的个股 像资源投信也是连卖 类似这类型的个股 那我认为投信在连卖 当然他可能 卖到一个程度 他也许就不会再卖了 那股价也从高档也修正下来了 那所以 什么时候 这类型的个股可以重新买回来了 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时机 那现在有一些底部已经陆陆续续在起涨 其实你真的说面板股这一波的低点 不过以尤达来讲 他基本上是在16块半这附近 那现在都来到了20出头了 基本上你真的要去看的话 他的涨幅其实也都有30% 对不对 有30% 那底部买现在涨30%了 投信也就在买 但是我想上去陆陆续续 还是会有遇到一些解套的压力 那操作这类型的个股我认为你不要去追高 那压回应该还有可以做低阶做差价 那这就是操作节奏 我们在昨天的周末聊产业 我们跟各位讲了下一个 之前这个族群呢 一直被大摩看空 看空再看空 但是呢 我已经在这边 跟各位做一下聊产业 因为这个产业呢 下半年 就是说在现在已经推出 英特尔推出新的这个CPU 那对这个产业呢 其实明年可能会有来一波换机潮 那相关的类股 各股受惠股 我也在周末聊产业里面 跟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 所以如果你想要 看我们大丈夫周六聊产业的这个影片的话 你可以把我们LINE加进来 那或者是直接电话打来 留下你的姓名资料 越完整我们越优先给你 那你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对这个产业的一个 多多的一些看法 好 那现在到下礼拜 10月营收 10月营收陆陆续续就公布了 不管是利多还是利空 反正利多会短线利多出进 利空也有可能 大家早知道 也可能会利空出进 那到了10月中 期货结算前 行情又会开始做震荡 那行情震荡的节奏 就是不要去追高就对了 你不要去追高 基本上你就比较不会被 套得不舒服 那到了期货结算之后呢 到11月底乃至于到12月 我认为整个行情会非常的漂亮 所以 今年的这几个月的低点 我觉得就是在10月初 那个猎杀10月风暴 那 如果你那波没砍的 你爆的 你现在到现在 有些都解套了 又或者在接下来有一些 不管传产还是电子 陆陆续续也会展开 在15号之后 祭爆完之后 也会开始 或许有个小拉回 但是有一些集团股 会开始慢慢的冲出来 拉回不是给你卖股票 而是给你怎么样 勇敢的低接 然后等到12月中前的一个高点 再做一个出托 好吧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美股盘后分析 还有下周的台股操作策略 简单在这边做 跟各位做个分享 周六聊产业 有兴趣想要观看的 再麻烦你来跟我们联系 那在这边就祝各位 周末愉快 见识礼拜天 下礼拜股票 支持掌停板